第二队从这里开始 回12年前升大联盟球队 曹景辉表示 命运就是如此 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安排 12年前曹景辉就是从2A土桑专友人 对这个球队直升大联盟洛基 这次球队2015年 从洛基的系统转到盗窃席下 也意外成了曹景辉重新触发的起点 第二队从头阵从这里开始 转了好几就会回到这里 随着小联盟全面开打 曹景辉也开始出赛 他虽然历经09年的黑象事件 人回到球场投球 他很珍惜 回到球场开始比赛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很久 他昨天对教室2A 在7局2出群蛮类似登板 以7个球3阵对手解决危机 8局解决2名打者后 被对手轰出全面打 撕掉2分 总计曹景辉投1又3分之1局 25球45克好球 最快球速151公里 拿下2次3阵 1次4坏 被敲1至安打 自责分2分 中场专友人以10比4大胜 曹景辉获得一次中继成功 被打球当然就是不太好 这方面可能就是要改进 对对对 虽然说球有丢到我要的位置 但可能违进可能不是太好 对然后就这个 这方面可能要再做加强 初心可以站上投手球 让他感触特别的深 连连都感觉都有新的事情要发生 所以你居然来这边会 你不知道有机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球场安排我在哪 那我就下去比赛了 有经历啊 对 现在有多少能力就表现 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步 他们会让我去 到新闻专门报导